故事的主人公法比安生长在波兰 父母从他出生后便离异各组家庭 他从没看过爸爸妈妈对他宠爱的笑容 也不曾感受到父母温暖的怀抱 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对爷爷奶奶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从小到大一直过着清冷孤寂的日子 而如今 他已经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青年企业家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中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随着爷爷奶奶日益年迈 他知道他必须向爷爷奶奶证明他自己能独立生活 他离开了波兰来到德国的首都柏林不利闯荡 法比安凭及天资聪颖和机遇 在柏林一家公司的业绩成倍增长 很快升格为负责人 这天他接到了奶奶的电话 奶奶哭着告诉他爷爷走了 法比安一直沉浸在失去至亲的伤痛情绪中 无法自拔 他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 法比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很危险 他在网络平台向大家求救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很快他收到了许多回复 网友们向他推荐了二十多本书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书中阐述了宇宙的真理 法比安如醍醐灌顶般的豁然开朗 他看到了璀璨的未来 现在法比安在德国和葡萄牙 各有一间公司 并打算在台湾继续拓展业务 在真善忍的容量下 法比安已放下了对父母的怨恨之心 他亲自告诉他们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新唐人记者姚慧 杨九思德国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九思德国